继续是跟住的安全有关 宜兰河上游的江西袍伦村地区 有一段800公尺的堤房还没有兴建 严重威胁到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此立委陈博破 今天特别邀请第一河川局 县府公所跟地方的民意代表 来到现场会刊 希望堤房可以尽速兴建 来解决居民的困扰 宜兰河上游江西乡袍伦地区 有一段800公尺的堤房尚未兴建 每逢台风好大雨 居民就会担忧乱窜的溪水 会影响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希望水利署尽速兴建堤房 解决居民的困扰 这条河在两三年前 红台时发生说 看那个布和铁将要崩溃 所以那时候有落布在擠这个肉粽在这里 表示说这个地区 有签在这个肥皂上游来 所以说地方的堤房说 我们这个水利署 可以在这里做一条这个提供 来保护它这个安全 为此立委陈欧破今天特别邀及 第一河川局县政府工所 以及地方民意代表 前往现场会刊 希望寻求共识 早日新建堤房 以确保公共安全 桃仑村这个堤房 历经20年 地方的意见不一 今天终于在乡长 县议员代表村长 以及居民的沉寝之下 我们获得共识 希望能够早速 这个增盖堤房 以确保公共的安全 同时我们希望 整个核桑堤房县的部分 检讨能够提早 能够尽速来做处理 否则这个地方极端气候 影响之下 恐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灾难 第一河川局则指出 这个河段曾经在三年前 提出户案新建计划 不过有民众反对而作罢 如今地方再度提出诚勤 河川局会重新检讨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计划 不过希望公所协助排除阻力 让堤房早日完成 我们已经把诚勤书 转到水域署 我们会来慎重的重新检讨 看看是不是 如果要布置提访的话 是怎么布置 如果布置提访的话 是如果做复案是怎么做 这样子 之前这个案子曾经成立过 几年前 但是因为地方上有反对 反对的人还不在少数 所以就没有做了 那次经会都编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地方上 大家要先形成共事 不要给政府拿钱出来 又有人反对又有人赞成 这样我们会很多困扰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